再来看看这张乌龙罚单 是台南一位陈先生收到的闯红灯罚单 他说呢自己名下没有车 他也不开车 而且呢这个红单上的举发时间 当时他在北部工作 根本不在台南 接到这张罚单实在是莫名其妙 向警方反应 警方却要他找监理机关来申诉 他只好向议员陈琴 后来警方调查才发现 在这张原始罚单呢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啊在电脑输入时 手写的身份证字号 这个号码是7 但因为刚好压在底线 所以被看成了是2 才会搞乌龙 他收到了这个罚单 就他的名字跟身份证字号 都是他的没有错 问题是这个车子呢 他完全不知道 台南市议员陈以珍 秀出民众陈琴的罚单 但他可不是要做选民服务 为民众销红单 他说手上这张应该算是乌龙罚单 从头到尾 他就没有开车 名下也没有一台车 那居然会收到一张这样子的罚单 而且写明了他的名字 身份证字号 他认为这中间有非常大的行政疏失 民众呢 那个时间也完全不在台南 然后收到这样单子 他当然觉得非常的莫名其妙 原来台南有位陈先生 日前收到了一张开车 闯红灯的4000元罚单 不过他觉得莫名其妙 因为他名下没车 也没开车 却收红单 而举发日期是今年1月8号 地点就在台南中西区 不过他说 当时他仍在北部工作 没在台南 而更令他不满的是 跟警方反应 对方却要他跟监理机关申诉 警方要赶快转单去处理这个事情 尽快给民众一个答复 这样没造成民众的阵扰 身份证号码 他因为是首开单 所以一个就是一个数字 他原来是7 然后看起来很像2 所以我们就把它物质为2 警方说当初远警是首写开罚单 把身份证字号其中一码7 写在线上却没注意到 输入时才会不胜看成2 搞错了该接红单的民众姓杨不姓陈 已经请裁决中心处理 也澄清绝对不会置之不理 置千万承诺 之后会加强举发单入案的核对作业 记者黄富奇谈谈报道